我们看到年轻人可能未来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高峰会议 还可以参加20年40年 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期待也很大 最后呢我们邀请那个阿宅农村武装青年的成员之一 那我们当然也是看到这一次呢 我们嘴巴在怎么说 或者说我们怎么在在现场做一些的布展 可是呢有一些动态的东西 他在那边呈现而且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可以吸引到很多的朋友 他来到我们的展展展展展展的一个场地 或者是说他们在大草原上面 在这个草地上面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湾人在那边表演 所以呢他们就会靠我过来 那我想说接下来呢我把这个时间交给阿宅 谢谢曼妮姐 那个大家好我是农村武装青年的鼓手叫阿宅 那这一次很高兴可以跟台湾这些环境运动的前辈啊 还有做环境运动伙伴一起到礼乐参与这个世界性的大会 那在这个大概我们在大概20天的过程里头 其实有很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的乐团他我们乐团主要是待在 穿梭在那个 Rail Plus 20的官方大会和 People Summit会场 那后来多数的时间其实我们都是在那个 People Summit那个地方 那为什么会 特别的待在那个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头 因为就像刚刚前面很多的朋友提到 就是说People Summit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多元的 比较开放的 尤其它是一个比较非官方的一个场合 那我们在那个People Summit里面 其实它有很多不一样的行动在那边发生 那因为我本身除了是普手之外 我本身是目前在念社会学的国士 所以我会比较去关注在这个 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上 尤其是他们民主参与的这种开放性的表征 那在那边可以看到 其实主要是说 他们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议题 那也包含说中南美洲的国家 在面临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 比我们更直接遭遇到的一个压迫 而且是尤其是可能来自于美国的资本主义 从可能5,60年代就已经开始累积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尤其是发展的很多不一样的议题 那当然就像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原住民的这一块 那他们的语林被开发 或者说被跨国的资本主义运用 这个过程里面 那 那这一次特别注意到 有一个叫做施定农民的组织 那施定农民组织其实他们在 那个People Summit那边 有进行一些摊位的 有一些摊位 可是语言上不通 所以没有办法去很详细的了解 大概施定农民组织在做什么 那比较大致上呢 从侧面去了解 这个样的一个组织 他其实就是在巴西有很多 因为土地制度或者是政府开发的关系 他们原有的 在原有耕地上这些农民 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耕作地 所以他们联合起来 那可能进行运动的方式 但是在我们认知里头 可能就是比较激烈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一群农民去占领的 可能一块农地 那就开始进 或者是说组织一群农民起来 他们一起去做一个合作式的生产 那合作式的生产 其实他就是要去跟跨国企业那一种 透过很低廉的 好动力的租金的方式 去让农民去进行生产 生产者并没有办法得到相对的报酬 那合作生产的方式其实我觉得 可能对于农民来讲 是一个相对比较有保障的 那其实这个 这样的一个组织的运动 其实我觉得在后续 回来台湾之后 其实可以再多做这方面观察 那在People Summit的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在那边交流 其实还蛮开心的 就是用音乐的方式 那算他们听不懂 我们都唱台语 他们听不懂我们在唱什么 而我觉得音乐是作为一个 基本的共通的语言 其实它很容易透过音符 透过旋律 然后可以在第一个时间点 catch down 路过我们前面的人 那他们会停下脚步 那再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 去跟他说明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 还蛮有共鸣的 即使语言不同 因为环境的问题 或者是人与环境的关系 这个基本上其实有很多的 在博士的语言里面 有很多的共通点 而且有很多的情况是相同的 所以其实在People Summit里面 我们与他们发生了蛮多的交流 包含说跟这一位是当地的一个 礼约的一个做音乐创作的一个黑人 这样子 那除了跟那边的人交流之外 其实他另外一个就是说 观察到是他们那边的异体 其实也是非常不远化 他包含 可能像大马合法化也是在这个 这个过程里头 有被提出来讨论 或者是说 他们有非常不一样 他们有非常左翼的摊位 可能我到后来就有接触到 巴西共产党的人来面买摊 好像没有无尊富主义者 就是说以往在我们在教科书里头 可能我在念社会学教科书 才会念到什么 什么无尊富主义啊 或是左派啊 或是左派运动啊 在他们的社会 或至少在人民风 在那个People Summit 人民高峰会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西方社会 它跟这些所谓的国际性的议题 在接轨的密度上 或许可能他们是有比较高度的连接 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点 那另外一个是说 在People Summit里面 其实它有很多panel 就是有很多的讲座啊 座谈不同的议题 可能有探讨环境运动的 可能有探讨资本主义的 全球化的这些议题的 那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 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组织者之间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会议 或是一个串联的活动 那至少一定是同一个那个section 比如说中南美国家这些 可能同样从事土地运动的 同样从事社会运动的人 他们透过这个方式 他们有一些资讯上的交流之外 其实有些东西我是觉得 它今天可能在这个国家发生 那这个国家发生某些事情 可能它会连带的去影响到你周边的这些国家 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可以回到 国防石化的那个议题 就是说国防石化在台湾被 否决掉之后 至少现在看起来是不会动的 那后来随之 就到马来西亚去了 那台湾有一群 环境运动者到马来西亚去升远他们 所以我觉得 其实民间团体的日常交流 它可以发挥的力量 我觉得相对来讲 在政府可能不作为 或是很低作为的同时 这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民间的日常交流 或许台湾可以在一个这个位置上 跟我们周边的国家 可能不只是日本韩国 我的想象比较像是可能 比如说越南 菲律宾这些台商 尤其是台湾的工厂 回去设置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在这一步上面 就已经跟人家的环境 跟人家的人产生了一个互动了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点上面 或许是未来可以再去讨论的一种想象 好那因为这个大游行 刚刚已经塑星有蛮详细的解说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太 不再多说明 那除了people submit这个部分以外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 大概大家都可能开完会之后 我们乐团的人在那边大概多待了一到两周一时间 那我自己是在礼乐室又多待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蛮多这样的游走 然后游走的过程其实有蛮多的想法 有蛮多的吸收到一些不一样的文化的元素 那其实在礼乐我们这次学员其实都会发现说 他们长明的文化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音乐 涂鸦和跳舞 那涂鸦就是一种艺术展现形式嘛 然后音乐和跳舞就是 我意思是说 其实在那个长明文化 他们的长明文化里头 艺术或者是这种 通俗的艺术 不是指高雅的 不是说坐在画室里头 画一幅可能很有艺术感的画 只是说你透过一种形式去表达你的声音 表达你身体的感觉 表达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那他们透过艺术的形式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达 那这一方面可能是跟他们的 本来的民族性就是相关的 或是一个社会文化教育的结果 那我觉得这个主意让我们去思考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到了巴西之后 会在游行的场合 或者是会在他们很多的活动的场合里头 看到很多不一样 不同于台湾的文化 尤其在游行的过程里头 我们看到他们的游行 不是说大家排好队啊 然后喊喊口号这样子 他们可能就是 每个人都会用 最基本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当作一种 个人的意见 或者是个人的意识的表达 他们可能会在身体上面做绘画 或是会带一些象征性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说他们可能 有显示的方式就是可能他们就是 比较有音乐性的 那整个是有律动的 那其实会传达出来的感觉就是 可能运动的部分 或是运动的过程有它严肃文化的一面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包括理论 包括很严肃的对谈 对 这个是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当音乐或文化 如果它可以跟生活 有更进一步的接轨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理念 它可以在生活很微小的过程里面穿透 包括当苏星提到他们贴那个贴纸 在视讯每个角落贴一个版 语音开发的那个贴纸 或者是说他们 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有跟我们做音乐的交流 有拿CD跟我们交换 那有张CD就是跟他们那边在谈语音开发有关的 对 那我觉得其实改变的过程 除了大规模的抗议 或者是大规模的理念上这种很严肃的过程之外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发生在日常生活 所以为什么我会去注意到这些 我觉得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 刺激我蛮多思考 那有两个一个小插曲 就是第一个是 无意间我 因为在PVSUMIT那边逛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巴西工厂台会 就进去了跟他们交流一下 那后来是待在礼乐的时间 我自己到他们的办公室那边去 去拜访那个时候认识的青年 那这个这个街景是在他们办公室外面 那对面这些涂鸦 就是他们自己自己去涂的 那上面有很多的东西 有一些其实都是关 比如说这个是关于古巴人 那这是关于巴西自己的左翼的 一个某一个人 因为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 可是我现在有点 无法很详细的回想起来 但是这一位人物在巴西的左翼运动里面 有蛮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透过跟巴西共产党 这个青年交流 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宗南美洲 他在这整个五六年代一直到现在 不管是美国的政策对他们的影响也好 或者是在跨国资本的政策影响之下 现在造成的对环境对人种种的影响 其实透过这个过程 其实会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 那其实感觉上是非常深刻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里约街头游走的时候 看到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里约联邦大学的学生 那这个地方 他是在里约最有名的那个夜店街 叫大帕 然后他刚才有一块地 那块地是属于里约大学的校地 那其实里约大学他们学生可能长期 学那个空间使用不足 学校又没有办法承诺 那他们可能在几经沟通之后 没有结果就做起了 搞起了这个占屋 或者是我们说占领行动这样子 那占领行动其实在国外的 所谓的这个文化行动社会运动里面 是还蛮常发生或运用的一个手段 那其实他占领之后 目的不是占领 目的可能不只是说 我占了这个 你觉得我盲刺再辈 你必须要对我做出一些承诺 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意图 就是说他们在里面做了很多关于文化 或是让这个空间 能够更加有公共性的行为 像我去了大概第二天 第一天跟他们结束的时候 他们当晚在放电影 然后他们放了一部电影是 有点旁客风格的就是教育者 然后那个电影其实大概就是在讲说 有一群人那他们可能绑了一个很有钱的人 然后在那个绑架有钱人的过程里面 跟那个有钱人产生的都对谈 然后对彼此的人生都造成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那重点是说这样的一个行为 比如说他在那边放电影 然后放完电影之后有老师进去做讲座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后来在里面办了音乐的party 那这个party的目的其实我觉得除了娱乐性之外 他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让这个空间变成不只是 我们这群学生要求说他变成校弟的一个部分 他们也希望这个空间是更加有公共性的 那他们在里面除了放电影或是做音乐之外 他们可以在旁边看到很多涂鸦 那他们在这个现场里也放了很多展板 是展示他们学生自己的成果 那我觉得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说 其实在大学的教育过程里面 如何让大学生去思考那个公共性的关系 不只是说我今天站出来关心一件事情 那可能可以延伸到说我的教育或是我的学校 跟这个社会里面都产生一个什么样更激烈的关系 然后我觉得形式上其实也就是可以更加火火化 所以音乐或者是艺术 它我觉得不只是纯粹欣赏 其实还有很多社会的功能和公共的功能 或是价值 是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去深化 尤其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对 那最后是我跟他们的那个大学生合影 好 谢谢 好 谢谢